總統馬英九昨天接受了路透社專訪 他認為兩岸統一時機沒有成熟 台灣也還沒準備好 因此會先討論其他更迫切的問題 處理順序就是先急後緩 先易後難 先經後徵 大陸他們覺得應該 兩岸的關係已經發展到 可以討論政治問題的時候了 如果是要談有關統一的問題 我們覺得時機並沒有成熟 總統馬英九接受路透社專訪 談到兩岸關係 強調目前統一的時機還不成熟 認為雙方的政治體系 還有很大的差異 不太適合討論統一的問題 台灣也沒有準備好 兩岸有其他更迫切的問題需要討論 也有些問題觸及政治問題 因此處理的優先順序 是先急後緩 先易後難 先經後正 現在大陸 他的經濟 他的社會 要比以前要自由多了 他的股票市場也非常的兴旺 馬總統還指出兩岸的政治 經濟和社會制度不一樣 大陸在過去30年大幅改變 讓雙方差距減少 不過核心問題兩岸還是有些距離 現在沒必要討論 馬總統還強調如果台灣的政策正確 讓大陸了解以非和平方式改變現狀 對雙方都不利 就是台灣最好的防禦力量 兩岸問題 馬總統侃侃而談 一起兩岸統一時機 不成熟的說法也顯示出 在盛夏任期不會和大陸 討論相關問題的決心 郵件TV 林瑋迅之剛 綜合報導